这两个男人在空旷的沙丘上狂奔 他们一边奋力跑着 一边在心里痛骂自己 早知道就不来这阿拉伯沙漠作死了 这下好了 可能真的要在这里勾待了 回想起之前做决定的信誓旦旦 恨不得立马穿越时空 回去扇自己一巴掌 不得不说 这里的确是个晒太阳的好地方 烈日当头 欣赏绵延不绝的沙丘 再点几堆烽火 着实有那味儿了 只不过科迪和乔特提 现在可没有那种闲情意志 这里被称为地球上 环境最恶劣最难以生存的地方 年降雨量不到10毫米 气温可以达到50多摄氏度 很少有人能熬过中暑和脱水的双重打击 多年以来 只有当地的贝都因人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对于不熟悉这里的求生者而言 沙漠绝对是一片害人的死地 科迪和乔特提到这片沙漠中摄影 但骆驼受尽 把人摔下后就独自溜走了 只留下蒙圈的两人 看着周围的黄沙不知所措 他们只有一只三脚下 两张骆驼毯子和一个水壶 水壶里的水不多了 科迪感叹 这很贝都因人 他披上毯子把自己包裹起来 随后把三脚架打开 做了一根拐杖 乔特提擅长追踪 他曾经执行过多种跟踪任务 但以前追踪的都是人 现在却要追踪骆驼 这种被称为沙漠之中的生物 可不像人一样脆弱 他们挣脱束缚后一溜烟就没影了 凭借他们的角力 估计这会儿已经离二人十几公里远了 乔特提觉得这时候还纠结骆驼毫无意义 他急忙跑回去和科迪会合 这下两人得徒步出去寻找水源 庇护所或者救援了 等到太阳出来 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放进了烤箱一样 乔特提感觉自己就要熟了 从里到外都熟透了 这大概就是熟难吧 而情况已经这么艰难了 他们还要爬上沙丘查看环境 两人骂骂咧咧爬上去 乔特提用望远镜看到 远处有几座小山 还有两棵小树 尽管他不知道这是否是海市蜃楼 但他觉得有必要去看一下 说不定真的运气爆棚 遇到沙漠中的绿洲了 两人从沙丘上一路向下狂奔 乔特提这点有后悔 没带上他小时候玩的滑板 从这里俯冲 比想象中的消耗体力 而且随着身体脱水越来越严重 血液会变得更粘稠 逐渐影响身体排尿 引起肾脏衰弱 血液中就会产生毒素 这种情况下 人可能会出现休克 抽搐等问题 最终导致昏迷甚至死亡 连下路不得不走 他们只能赶在正午太阳光直射之前 想办法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为了减少身体水分蒸发 两人基本不说话 用手势交流 乔特提还不忘在地上留下求救讯号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过 这就是求生准则的第一要义 等到烈日当空的时候 两人终于走到了小树面前 树的确很小 不过树下的环境 比起在外面暴晒好多了 这种树叫做木豆树 更能深入地下30米的 寒水层中汲取水分 背靠大树好乘凉 两人打算先在树下住一晚 第二天早起再做打算 在阿拉伯沙漠 晒太阳无异于宋敏 旁边白花花的骨头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里除了烈日高温 还会出现强风和致命的沙尘暴 赫迪和乔特提 必须要做好防御措施 他们用骆驼毛毯和骆驼骨架 搭建了一个小棚子 在这种情况 躲避阳光比什么都重要 躲在太阳底下晒一分钟 就会让你的生命缩短一点 因为暴晒会夺走你体内的水分 但让乔特提安心的 在树荫下躺着休息 他又会觉得闲得不对劲 科迪用外面的白骨暗示他 走出去就和这块骨头的主人一样 乔特提这才安分了一些 他紧张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他不是巴菲特 也不是比尔盖茨 他走丢了的话 不会有人派救援队的人来找自己 在这里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 等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科迪起身打包行李 还顺手解了一些骆驼粪便用来生火 他们学着贝都阴人的行进策略 中午睡大觉 晚上在月光下赶路 这时候赶路要凉爽得多 能减少体内水分消耗 而且在北极星的指示下 能更清楚准确的辨别方向 目标是东北方的山脉 有了月亮温和的光线 他们的前进速度快多了 只不过没多久月亮值班结束 周围变成了漆黑的一片 两人决定用纵队走的方式前进 周围的情况很难让人放心下来 因为蝎子和蛇从来不会和人打商量 他们总是匆匆来到你身边 然后凶狠的用毒液解决你 尤其在这里生存着带有剧毒的脚腹蛇 他们擅长躲在沙利中伏击猎物 等到猎物靠近身体 他们会迅速给猎物注射毒液 然后死死缠住猎物 直到毒液开始发挥效果 当有脚腹蛇的时候 乔特提又开始吐槽起科迪的赤脚 他很难理解 科迪在光脚这件事上摔了那么多跟头了 为什么还要执着地不穿鞋 到处冒险 这时候如果遇到脚腹蛇 他根本没有半点防护力 走了一整夜后 两人快要走到山脚下了 此时他们带的水已经喝光了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水源 科迪根据自己的经验 选了一条通向山谷的路 他觉得之前定下的方向 有水的概率不大 还不如跟着地形和经验办事 乔特提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便跟上他的脚步朝山脉出发 走在路上 他们惊喜地发现 这里的植物叶片上竟然有露珠 两人兴奋地采集露珠 这可是仙女才有的待遇 等到太阳出来 叶片上的最后一滴水也会蒸发掉 科迪的目光被一只长刺的蜥蜴吸引住了 他悄悄靠近他 然后伸手捏住了他的尾巴 将他整个身子脱了出来 随后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 乔特提见科迪掉队了 赶回来找他 却见他在处理蜥蜴 这个东西含有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还有脂肪 是沙漠中不错的补给物 可这对于没有水源的他们来说 根本没有意义 因此乔特提很不满科迪的行为 他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赶路 一再停滞进度 只会让人的惰性战胜离治 科迪的精神力并不强 他担心他会忘记自己的目标 在科迪处理蜥蜴的时候 乔特提在周围查探 他发现附近真的有一条峡谷 于是两人朝峡谷前进 只不过那里的环境 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只有一片干涸的河床 还要一点生机 在走进峡谷之前 科迪发现天上出现了机遇云 这是暴雨的预兆 而且在峡谷岩壁上 也能看出被洪水冲刷过的痕迹 当前正是季风季节 出现洪水是正常现象 科迪二人目前的境遇是没有水 他们会勾带 水太多了 他们也要勾带 因此两人要分头行动 科迪在峡谷底部行走 寻找水源 而乔特提在峡谷顶部赶路 等到天下雨了 两边会合 峡谷里有很明显的洪水迹象 比如沙粒和石头形成的巨大冲击堆 高大的树木 还有高于科迪身高的现状痕迹 显然这里发生的洪水 足有两三米高 这可不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人 能够顶得住的 乔特提发现 天上的云层渐渐消散了 看样子 暴风雨不会在短时间光顾这里 他决定去更高处探路 在攀爬的时候 他脚下的石头忽然崩塌了 好在他臂力够用 双手抓牢了一块大石头 才勉强站稳爬上了顶峰 眼前的情况并不乐观 没有湖泊河流的踪影 只有弯弯绕绕的峡谷 他决定先到峡谷底部和科迪会合 然后再做打算 科迪找到一个山洞 洞里很宽敞 而且有燃烧过炭火的痕迹 看来这是个不错的洞穴 两人决定在里面休息一阵 下午出去巡视的时候 他们找到了一个水潭 这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通向天堂的门一样 但水潭几乎在垂直岩壁的下方 看得见摸不着 乔特提把毯子撕成条袋状 把他绑在水壶外面 还在里面放了四块大石头 这才成功打上水来 心思若狂的他急匆匆跑回营地 这边科迪还在研究如何生火 他正试着用望远镜上的镜片生火 但太阳公公并不给面子 每次刚到燃点的时候 就有一片云朵过来挡住 他折腾了很久 乔特提在旁边陪着他 人都晒麻了才生好火 天快黑的时候 水烧好了 蜥蜴也烤好了 两人这才安心的躺在洞穴里 享受难得的悠闲 有地方可以躺下过夜 还有水 还有食物 这已经是荒野求生中的顶配了 等到天亮 两人迫不及待的启程 科迪觉得 除非想在这里结婚生孩子 是一辈子蜥蜴 否则还是要想办法 让自己走出去 毕竟这里很偏僻 千万不要寄希望于救援人员 因此 两人只好沿着岩壁走 做下一步的打算 走出峡谷 植被明显率了很多 而且在岩壁下有水流从岩石缝里流出 会成了一条小溪流 虽然水流并不大 但这表示他们可以不用担心水源的问题了 而且越往下走 水流越来越大 竟然出现了一条河流 两人惊喜万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狭窄的河道 在这伸手就能触碰到石壁的地方走了很久 小溪流忽然就变成了大河 长期以来的经验告诉他们 有河流的地方最容易找到人 果然两人沿着河流走了一段路后 找到了一些人类生存过的痕迹 看上去有些年头 没有千年也至少百年了 但这的确是个好兆头 可能再走不远就能看到小镇了 抱着这种期望 两人走路都有劲了 果然他们转过一个拐角 就看到前方有一座城镇 还有很多骆驼 可敌机动极了 有机会的话 他一定要骑着骆驼回家 好了 今天的挑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点赞评论加关注 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吧